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在6月份 终于调降利率0.25个百分点 但是目前4.75的核心利率 依然对房屋市场产生不小的影响 挂牌量增加 但是销量跟平均房价 却是持续的下降 特别是公寓 大家如果留意会发现 多伦多市有不少停车场 商场或是空地 都挂出了要盖高层公寓的计划 但好几年了都好像没什么动静 没开工 这是为什么呢 而办公大楼改公寓 也越来越引人关注了 技术上可行吗 我们今天就邀请建筑项目管理师 张夏景先生 跟大家一起关注 Hello Bruce你好 李维你好 好久不见 是 好久不见 对 这个目前房屋市场上面 这公寓的建量怎么样 目前多伦多市场上的 公寓建筑量还是非常的大 而且新交割的数量也很庞大 再加上市场上一些代售卖不出去的 所以这个整个存量的卖方市场是 数量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它转冷的原因 就是因为太多了吗 那么现在公寓建商 我看了有很多地方都贴出了牌子 可是都没有开工了 原因是什么 对 公寓市场转冷 我认为是以下几个方面造成的 第一个当然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因为市场的价格比较高 同时由于现在的利息也比较高 造成购买者的财政负担比较严重 也就是可负担性下降 所以它缺乏一个购买力 第二个就是在市场上的销售量比较大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 新的楼盘不断地交割 而这些交割的楼盘里面的 大部分又是一些投资者 投资者是当他 对 当投资者找不到一个 很理想的猪盘市场 或者是这个猪售底的情况 他就会抛售 所以这种情况也会造成 市场上的存量比较高 是 那么现在公寓建商 愿意开工吗 我们这边了解的情况 公寓的建商目前都不愿意开工 不愿意开工的可能是两个因素 一个刚才讲到了 还是一个财政的 利息 对 利息 因为利息比较高 而建造工艺是需要申请建筑贷款 建筑贷款的利息也很高 这个整个项目的成本就增高了 是 另外一个是一个比较少见的 一个我们行业内部 经常分析到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全球最大的一个 施工行业的咨询公司 它每年两个季度会发布一个 我们叫Crain Index 就是一个塔吊数字 这个塔吊数字目前看起来 也不是很乐观 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 多伦多目前市场上的塔吊数量 大概是220个塔吊 您说的就是那个吊车是不是 就是那个公寓上面 对对对 新盖大楼 是 对那220个是什么概念呢 给大家讲一下 220栋 对 220栋 那么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民用的 就是Residential的这个公寓市场 全北美从第二排名第二到第十的 所有的这些大城市 包括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这些城市加起来 第二名到第十年的 这些塔吊数量加起来 也比不上多伦多 所以从这个数量 我们能知道这个供应量 还是非常的大 是 那么现在基本上 好像大家买公寓的这个热情 比较消退 然后但是呢 就是住房好像还是不够 但是呢现在有人就说 就是建议多伦多 这个多伦多市呢 能够变更这个土地的用途 也就是把办公大楼改成公寓 就是这样子就一下子 就增加很多的这个 可负担的这个公寓出租单位 就是这样子可行吗 从技术上我认为是可行的 但前提呢是需要政府 从规划条例上呢 要开一个绿灯 因为传统的干工道楼 它是属于商业用途 是 而我们的公寓呢 它属于民用建筑 那所以从规划上 它有一个属性变更的问题 一旦政府把这个门槛去掉之后 那么从开发商的角度 那么建造成本呢 以及建造速度呢 我认为是会有所提高的 特别是这个建造的速度 因为它不需要额外的做机梗开挖 它主体的建筑也不需要做 它需要做的呢 就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改造 间隔改造 里面的管道系统改造 所以速度会大大提高 是 那不论如何 就是现在每年大概都是 四五十万的这个移民来 那么也还是需要 这个更多的这些住房 那么现在多伦多市呢 又允许说是在一些主要街道旁边 就是说建设一些 比较高层的住宅 这是什么意思 也说这么做有效吗 这么做 从这个现象我们能看到 后面的本质是 政府已经有点着急了 那么传统的公寓的供应量 达不到预期要求 销售呢又不能够如实的 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 叫居者有其屋 也就是说你虽然建了 这么多的公寓楼 但这些公寓楼因为卖不出去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空置状态 所以它并不能够 实际的让人住进去 所以现在政府一着急 那么就全面开放 把能够提供中小户型的这种建筑 许可规划方案全部放开 那现在基本上在整个多伦多地区 所有的主要道路的干线的两侧 都可以建造这种六层楼 到十二层楼的这样一种 中低层的这种公寓 就是公寓市场 未来就是恢复像以前的熔景 这个机会大不大 我个人还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主要是公寓的整个建造成本 建造周期 以及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塔吊指数来看 那么高层公寓楼的供应量 会源源不断的在进行这个交工 那么上一个也就是2023年 第三季度的塔吊指数 多伦多是250个塔吊 那今年一季度 多伦多的塔吊是220个塔吊 它只减少了20多个塔吊 那你想想还有200多个塔吊 正在施工 那也就是说这个消化期的话 按照目前的速度消化 至少需要十年 所以这个速度我认为是非常的慢 所以我在公寓市场 我还是持比较的悲观态度 但是低层 低层像刚才说的六层楼 这种中低层的这种小型公寓 以及多伦多市政府 一直在大力推行的 这个4加1这种单一多户 这个来说呢 我认为市场还是会持续看好 是是 好 那么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 有关于这些您刚刚提到的 这个比较低层建筑 我们稍后再谈 好不好 谢谢 谢谢Bruce 谢谢 再见 再见 那么刚才是建筑项目管理师 张夏景先生 跟大家一起关注 大多伦多地区 新建高层公寓的相关议题 谢谢 按惯 稳議 节目 movement 亩 渐 头 在 他的 theirs